十一家豆漿店的三樓的屋主所掛出來的 他的故事是這樣子 他的原油 之前有向我成群 可能我不甚於了解 但是昨天我經過的時候看到這個布條 我去找這個我們這個屋主來聊了一下 是這樣 這一家屬於連鎖性的一個豆漿店 生意是非常好 我想大家賺錢是我們都樂見 但是他賺他的錢 他的噪音汙染 低頻的噪音汙染 包括氣味酸味 影響到整個大樓一個租屋的作息安寧 在這個我們的分區使用上 他在當時的一個建築申請的時候 他所核發的 他的一樓是店鋪使用 二樓是夾城市的一個辦公室使用 但是他現在營業狀況 豆漿店一定會有一些攪拌機 研磨機 大型的一個冰箱 儲存設備 以不定時的方式 啟動這些機具 顯然我們營業有分兩種 一種是對外的營業 一種是對外營業前的營業準備 幾乎24小時 產生壁面的震動 低頻的一個噪音 我想 從4月24號這家店面開幕之後 把官委會予以制止 透過他們的官委會裡面的一個約制條款 予以制止 也向我們的建管單位來陳情 已經來陳情多次 也報請我們的消防局 還有我們的相關局處去做一個了解 但是給他的一個答案 非商業區裡面 在住宅的部分 譬如說 24小時的便利店 開門叮咚 叮咚的聲音 都會導致成 居民的抗議 也會 公權力也會介入 市長 他的布條怎麼寫 要市長 鄭文燦市長 硬起來 主持公道 尤其他還有一個公共安全的問題 因為他用的水量一定比較大 音樂行為 再者 他的瓦斯管線 因為要攔煮豆漿 所以說 在增設了 大口徑的一個 瓦斯管線增設 公共牆面是屬於公共所有 我想 我們公寓大廈管理法 我們現在是用的是全國版的一個 所謂的 制止的一個規格 是不是有必要 再修訂 針對我們未來城市的一個發展 來做一個檢討 環我們市民 寧靜的一個生活 安全的一個生活 好 這個個案 我想聽議員的質詢 那麼 如果住宅公害 那要看是 哪一類型的公害 那管委會當然有權利檢取 我想這無庸置疑 那 他店鋪使用 是沒有違反 這個 使用分區 但是如果噪音 或者空污 我們的環保局 是可以來 依法開單 補充跟市長 報告一下 他這個店鋪 是這樣子 二樓 二樓他本來 辦公室 使用 辦公室 使用的情況之下 你擺了這些機台 大型的一個冰箱 顯然已經準工廠型態的 我想 辦公室的意向 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的形態應該是怎麼的一個機率 我想他已經擅自變更使用 把樓梯 為了他的 好 這個部分 是否有建築變更使用的問題 也可以請那個都發局 來 我想這個個案 就所謂的住宅公害 那我請 因為我想 也不用 也不用佔那個議員太多時間 我請 都發局 環保局 消防局 三個局去看一下 好 麻煩市長 我關心我們市民的安全 還有我們 您靜的一個公開噪音 另外 天下雜誌 市長的滿意度 六都第三 進步 從去年的第四名到第三名 我想市長不會 以此為致滿 所以每天還很努力 為我們市政 我們市政的重大建設來推動 全國是從15名進步到13名 經濟日報 2016年 幸福指數的總表 幸福指數 持續在增加中 幸福指數從5 創升為10 如何讓市民更有幸福感 市長 您創造了幾個第一 您就任意來 我想 桃園是有很好的發展條件 但是我們的基礎建設確實不足 所以我們的很多指標 都跟時間在賽跑 那對我來講 那麼我們擔任市長 擔任公務員的每一天 都要努力 都要想辦法加分 那至於說 最後的成績 其實是給市民來打分數 那媒體的各種民調 我們都參考 那有些指標我看了 當然我們是要加強 比如說那個 那個我們沒有市立美術館跟圖書總管 那當然我們的借數率就會略略下降 那我也決定說 今年那麼編列106年度的藏書預算 那麼 有2500萬增加到5000萬 能夠讓藏書增加 那讓總管的興建速度快一點 那這個都有助於整個文教力的提升 那像這一類型的基本建設 我認為桃園能來需要加強 我們的文教力偏弱 社福能力的部分 我想市長也做了盡了很大的力 新生兒 又我的福利 成立青年事務局 輔導重視青年兒的創業 提供就業文創平台 持續增加老人的一個福利 加上市長的努力 市政一項一項的一個推動 很快我相信市長就晉升為五顆星的市長 但是新等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市民的感受 對 沒錯 我想市長可以再創造一項第一 相信市民會很有感 持全民的福利 市民的福利 那我們來推動 引導有線電視降價好不好 我想有線電視在 市長我等一下你再補充說 我先來跟市長做一個交流 明年他數位化以後一定要降價 為什麼是 我們三家有線電視台 都是530塊 不動如山 為何三家業者都是530塊 處長 我請教處長 經營成本會一樣嗎 收視的規模有一樣嗎 員工的薪資會不會一樣 影片成本會不會一樣 過時就片一波再波 斷訊也不主動向消費者收視戶回饋折價 還有廣告收益有一樣嗎 我跟議員報告 剛剛議員提到的幾個部分 當然有些一樣有些不一樣 包括頻道的版權費用 大概有一定的標準 那大概染線的建置費用 這個不管是同軸的 或是光線的都有一定的標準 處長 北淘 北建 南桃園 哪一家違規廣告最多 被新聞處採訪最多 就今年來看 大概 所謂違規廣告大概是指這個 插播超秒的部分 比較多 那大概是 目前是北桃園 有線電視是比較多 就是為了盈利 才會脫序 違規才會被你採訪 顯然 廣告量 廣告收益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這個成本不一樣 那為何都是530塊 不降就是不降 我想今年 這個有很大的降價的空間 那目前 這個 530塊 這是寡讚 聯合壟斷定價 如果不是 那是什麼 這怎麼去定義它 我想跟議員報告 這個 要不要請消費者保護 我們行政員公平會來了解一下 跟議員報告 這個有線電視費率 是由這個費率審議委員會來審議 那依照有線電視廣播法 我們的委員會的組成 必須要有消費者保護的團體 我知道 這一點我人家在跟你交流 處長 真的有位市民把關嗎 我們很嚴格的位市民把關 也是福利 你說是不是 當然 合理的費率 這個提高收視品質當然是一定要的 我們針對三家有線電視 我們陶宇市民的滿意度 是多少 今年總 總體來講 我們做兩次 上半季下半季 平均是62% 61.26% 下半季的期末報告還在審 這個樣本數是多少 大概都會超過1030份 什麼時候做的 上半年是大概6月 下半年是9月 我看這是你的滿意度 在外面的話 滿意度沒有那麼高 隨時在斷訊 因為樣本數一定是不夠 但是這個 我們在所謂的民調 數據的調查 滿意度的調查 通常就是1000多個樣本數 這是你的滿意度 我覺得市民的感覺 尤其對這個費率 530塊死不降 是非常的不滿意 過時的舊片 一波再波 不過我剛剛也提到 最近的斷訊還是很頻繁 還有 斷訊之後 不會主動來回饋折價 也不主動告知收視庫 可以拍收款一個發票 錯失了多少人 中獎的一個機會 搞不好 跟議員報告 這個之前有跟議員也報告過 這個發票的部分 三家有線電視業者 目前都是用電子發票 那可以上網查詢 那這個就我的了解 如果有得獎也會主動通知 沒有主動告知啊 如果有得獎會主動通知 指他們自己去幫 幫我們收視庫來對獎 就對了 他們因為他那個電子票證的系統 他可以得知有沒有得獎 好 這個部分我想 在他們的一個 小費通知裡面 是不是清楚的說明 會要求他們說明一下 還有我們的染線複掛靈亂 塔基垃圾 加劇了局部的淹水 這些可能市民都不知道 這是我們地方要負擔 是我們社會的成本 我想這些業者要摸著良心 摸著良心 處長 是不是有一家大桃園有線電視 像NCC升級要來桃園經營 那大概是四五年前的事情 四五年前 後來為何主動撤掉 這個我不清楚他為何主動撤掉 裡面有沒有所謂的搓原子糖 那個時候我沒有就任 NCC主委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至於他為什麼撤掉我無從得知 我跟你講 生意人很厲害 我們是疑似 或者有 沒有我們不知道 或者以其他 把座駕入隔的方式 進來我們桃園來經營 我們三家業者 那我們三家的業者 桃園的 有沒有像NCC申請要來跨區經營 呃 跨區經營是本來就允許的 它不需要特別的申請 有沒有 目前是沒有 沒有 有你可能也不知道 我們三家業者 大股東賺得飽飽的 可能在外縣市 結合其他的業者 另立公司 到別的區入股 你可能也不知道 呃 跨區經營在桃園 應該說不是在桃園 在全國都是開放的 那以NCC的法規來講 我們桃園的市場還不夠大嗎 桃園就是一區 以法桃園就是一區 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 有一些法規上的問題 根據NCC的法規 有些電視廣播法 你如果要進入比方說 桃園市一區的話 進入台灣經營 要15%的行政戶數的成本 那我大概有估算過 這個 要來台灣經營的入場門票是4億 4億 我想4億 我想這個成本是蠻高的 4億對投資者來講 也不多 4億也不是什麼天文的數字 可能對一般小民是很多 但是對做生意的 在經營媒體的部分 其實就不多 我想最終就是要導入競爭 所以說在跨區經營 我們也鼓勵 外縣市有良心 更願意為我們的媒體付出 讓我們的樂聽 更優質的業者來進入桃園 這個我跟議員 蘇維化以後也是一樣 蘇維化以後也是一樣 由市場機制去定價 有競爭收市戶 就是可以享受比較好的一個價格 加上早日關掉類比性 全面蘇維化市民他有多元的選擇 選擇分組付費 是不是這樣子 對這個我同意議員 第一個有優質的競爭 才能帶來優質的收市的品質 當然是對市民朋友比較有利 第二個這個弱時分級付費 或分組付費 才能夠實際的完全的降低 有限電視價格 那這個使用者付費 那看多少 繳多少 這個是比較合理的狀況 畢竟不是每個人 打開電視都看200台 也是一個趨勢 我們三家業者 應該在105年11月30號前 像NCC申請全數經營區 納入數位化實驗區 如果未執行 106年度的一個收費 這樣降2%到6% 處長20%多少 10.6年 對 60%多少 31塊多 是不是在開市民玩笑 只要接近台北目前的495塊 就能向市民交代了嗎 本席不滿意 有限電視廣播會立審議委會 104年度 第二次會議 附帶決議 怎麼會定這個2%跟6%呢 我想要了解說 消費者代表 他是怎麼樣的經濟背景 身分 他們家很好吃 沒差這一個五百塊 法界專家 對壟斷價格期的看法如何 消保團體 裡面有消保團體的代表 可不公布 名單有送給議會被查 處長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謝謝 我想為市民創造一點鼓勵 好謝謝 好 市長 那個 我們全市 國民小學188所 據本席 調查 所收集到的資料 近五年 普通班班級的學生人數 階層每年的地檢 101 02 03 04 05 所減少的總人數 班級少了247班 學生減少了17間474人 這代表所謂的少子化 老師 為何不敢生呢 我想 年輕人的 婚不婚的想法 想不想結婚的想法 結了婚 生不生 生一個還是生兩個 或者三個 與大環境 所得經濟力 有關 買房 買車 自產 耐久財的價格 不斷貪生 很有關係 更與 教育費用 教育的費用支出 從幼兒到大學以上 至少五百萬 至少要五百萬 如果 尤其是幼兒教育 以及高中以上的費用 就是幼稚園的部分 是非常高的一個費用 如果再加上還要比 才藝的話 這會使年輕人 心生畏懼 而不敢結婚 或者生得很少 以至於橫線目前的一個少子化 縱然各縣市 有不等的生育津貼 育兒津貼 哪一本錢 但從幼兒到大學以上的教育支出 房價房租 所得 綜合比較衡量 還是杯水車薪 但是 能鼓勵生育 減少負擔的一個政策 中央或地方 還是要全力來推動 全力來推動 尤其 學前機構 建立完善 會是鼓勵 生育的一個很好的誘因 才不知 將來動搖到我們的國本 動搖到我們的國本 教育部長 在二十日的時候 到行政院報告 提出 擴大幼兒教保 公共化的規劃 明年起 協助各縣市 增設公共化幼兒園一千班 增加三萬名幼兒園 就讀公共幼兒園 兩千四百五十名的一個教保服務員 還有四百五十名出工的就業機會 本市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 班級數的一個統計 幼兒園數 近五年從一百二十二班 逐年成長到一百八十二班 顯示是以教育部的規劃恐怖 從小學生的班級人數地檢 騰出的一個教師 依照本市所屬學校 控育教師活化實施要點 也應該要如此的作為 我想既然是稍直化 我們在近五年都有成長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作為 每年公幼因為班級名額有限 顯然還有很多 符合就讀公幼的家庭 擠過頭抽籤 但是畢竟班級還是名額有限 以目前桃園區為例 公幼 含升格錢的附設在集會所 這些公託 目前桃園區是 公私比是二十比七十 我們教育部的規定 公私比四十比六十 我們的全市是三十四點八 六比四是教育部的目標 對 教育部的目標 不是現況 我們桃園區的比例相對偏低 全市來講還是三十四點多比六十幾 所以還有很大的一個成長空間 明年桃園區 預計要有三所學校 小學要增設兩班 有兩個目前有所謂的公有 要各增一班 針對升格錢公所設在活動中心 理集會所的公共化幼兒園 有沒有要先讓他常態化 轉回學校的通宜教室 如果有 就本期所知 升格錢附屬在小學的公有 有符合目前任職在附設小學 公有的公務員資格及教保員 另外還有約聘人員 臨時人員的去路 未來有如何的輔導與安排 保障就業權益 我想原來在鄉鎮市公所 利用社區活動中心 複設幼兒園 也設了相當的比例 應該有三十幾個分班 我想我們的政策希望它吸收到學校 改成複幼的方式設置 不過要學校有空間 因為學校雖然我們少指化 但並不代表每個學校都有空間 那有的還要找新的地方來蓋幼兒園 那我請教育局 針對這個政策 還是要繼續推動 市長 剛我已經說了 已經減少了 已經減少了247個班級了 我想空間上可以 因為有些已經算成了 有請教育局來做這個調查統計 那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把幼兒園 從社區移回學校 公佑本來就是政府 應該負寄弱的一個責任 寄住弱勢 因為公佑優先要開放就讀的時候 第一 育有三胎以上的殖民 政府鼓勵生育 當然要分探他一點責任 第二 基於文化考量 現就讀大半的外配殖民 第三 就是弱勢的一個幼兒 弱勢幼兒就包括生臟 中肢收入戶 低收入戶 原住民 父 貨母 中肢生臟以上 還有特殊禁育等等 這些對象本來就是比較沒有能力 進入私立幼兒園 我想 但是 這個規劃 中央的規劃一開 就引起一些 私立業者的一個擔心 我想 私立幼兒園應該不用太擔心 因為幼兒園 私立幼兒園它還是有它的優勢 因為它的延拖時間比較長 交通的一個接種 攀數價較短 能配合家長的工作時間 還有雙語 跟多元的一個學習 所以說 在家長很多希望 即使到達教育部的目標40% 那私立的還是60% 那還是有一個很大的市場 所以幼保公共化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當然會不是說沒影響 但是提供優質的公共化的幼保 仍然是一個社會上期待的政策 所以說私立業者應該不用太擔心 未來政策執行上 縱然小有影響 我想在鼓勵生育 鞏固未來的生產力之下 還是應該去執行是不是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讓高局長 簡要的說明一下 那目前 我們公托的設置 我想應該還是要繼續執行 市長要不然在老齡化 少實化家具的話 以後誰來養這麼多的老人 跟一座說明 我們明年會增設10個學校30班 全市的情況 那桃園區會增設8班 8班 所以說還是採取逐年逐步的成長 那我們教育局也接受市長的指示 對全校的空餘教室做一個普查 那大概還有500個空餘教室的空間 目前普查出來的情況 所以說依照教育部的一個原則 我們還有一點成長的一個空間 這個部分 我們才採取緩步 配合政策 也不能讓我們的私立的業者覺得說 我剛剛也特別提到 我們針對公佑的部分是 他有特殊的一個經驗 他的經濟是相對弱勢的 是 我們優先來讓他救護 是 具長請坐 好 謝謝 市長 那個本土訂定發展低灘綠色自治條例 105年6月8日 行政已經合併 明年的1月1日即將實行 我想 近日市長提出 要在中途計畫區 抵造屏東縣雨水重電方式 在農地上架設太陽能發電 分析是支持 發展低灘綠色城市 也支持 土地活化的一個想法 但是 有沒有考慮到 這個 使用噴區 環品 適合性 還有農民的意願 有沒有協調 自訂低灘 城市的一個自治條例 對於消防 武嶼的繼承 偽建屋頂 可以放寬太陽能板 來修散 所以我想 針對住家 國師 國師支持 就這個局部的一個政策部分 但是 有沒有包含所謂的工廠 有 光電工廠也包括 那個住宅部分 假設 我問的是說 假設設在中途這個所謂的計畫區裡面 那是另外一個計畫 如果目前 如果目前有寄存的一個工廠的話 是不是他也比照適用 這個計畫是農委會針對受污染農地 初步整治完成 但是還沒有供種植 那土地使用分區 又還不能夠變更 市長 在這個中間階段 我想這個部分 我有的看法 我們來交流一下 這個您的想法裡面 不是我的想法 是說農委會想打算 你既然提出說 中途計畫 這個葛污染的16公頃土地 我們這個中途計畫 有580公頃 就扣掉高速公路的用地 是不是意味著我們的中途計畫 內重電 也宣告中途計畫遙遙無奇 現在沒有中途計畫 中途計畫是在很多年前提出來 後來就沒有推動 對 沒有繼續推動 這很多年前就沒推動 十幾年前就沒推動 本學要在這裡替葛污染農地的地主報復品 因為這個計畫如果推行下去 我們跟光電葉子 租約一千就是二十年 這個會阻礙我們桃園的建設發展 中途計畫曾經 以巴德擴大都市計畫 並列桃園縣時代 兩大土地變更案 如今 巴闊已經先行 陸續興建開發中 而面積不小的中途計畫區 沒有開南大學 經由東西向高速公路 可以跟國際機場連結 在縣土時代過劃的前景 是以桃園經貿會議中心 還有大學城為主軸 旁邊的一個提堂 可以發展成類似我們青唐園 在這次燈會 扮演藥角的青唐園 這樣子來規劃設計 如今 因航空整個計畫 我們看不到中途的一個原址 已經被蜥蜜的航空城 高鐵清補特區取代 大學城也發展不起來 隔污染土地整治困難 進度緩慢 灌溉水路確實沒了 這些都是事實 火化土地增加農民的收益方式 有很多種 中途計畫區的一個位置 大致 就是以前 剛剛市長說沒有了 整個大中途地區 他是劉邦有縣長時代的草案 他的地理位置 後來沒有進入審查 位在大桃園的中間 約偏北一點 過去桃園有南北之分 組合桃園中立市的連貫發展 本席認為 未來還是要推動計畫來打工 本席也曾經站在議事堂上 就較於我們現在的秘書長 我們的都發局的前局長 我請教他 我們的中路重劃區 未來會增加多少人口 他在議會回答我 兩萬 這個諮詢紀錄都還在 請問市長 我們桃園區的社會住宅有幾處 預計新建幾戶 好 我們整個桃園有 目前第一個階段有十個基地 將近四千戶 那桃園區的部分 我請盧局長回答一下 好 謝謝 市長先請多一點 我們在中路地區 一共有四塊基地 要建幾戶 四塊大概一千戶 一千戶 一千多戶左右 一千八百戶 一戶三個人 大小GDP 大概加起來到一千多 一戶三個人 五千多人 發了幾張建照 還有陸續會發幾張建照 建照當然是一定每一個季都要發 兩百多張建照 蓋起來是幾戶 所以說李秘書長 李前局長回答我 兩萬人是完全不對的一個數據 所以說未來會有七八萬人 車輛會增加多少 完全看不到目前整條國際路 文宗路、大興溪路 塞車的情況嗎 交通打結的情況 致病越來越嚴重 要如何解決 本集認為 廣大的原來所謂的中土計畫區 就是可以推動建設開發新闢道路 延伸附地 延伸附地 如果開發完成道路公共車資 連接龍安街二段 不管過去龍安街二段 是以跨越高速公路方式 像富國路、中正北路一樣 或者目前有被討論到 擴大高速公路的一個行動 連接新莊址 接武清路、大興路 能夠粗解交通做一個分流 以高鐵、清浦特區來連結 我想這是一個健全的公路 中福計畫區內 葛烏蘭十六公頃 大多為小地址 或者十分工業的形態 也有三七五租業的土地 上面還有很多升格前 如以後春筍冒出來的 無保存登記的一個工廠 我講沒有保存 算比較客氣 如何客服 如果連三公頃 我們都取得不到的話 還要在這裡推動重電計畫嗎 市長 你說要推動什麼計畫 重電啦 就是太陽能發電 是不是跟一座說 其實光達議員 你有一點就是說 假設推動污染農地 可以做光電廠 這個政策 那如果地主不贊成 那就不會租地 第二個 這跟都市計畫是兩回事 目前沒有中府計畫 假設說已經有中府計畫 我把它否決掉 那另外一件事情 目前 我的想法當然是希望 每個區都好好發展 但是不是每個區 以目前我們內政部審查 桃園二十幾個 我剛有說 我也支持這個 現在二十幾個 現有的都市計畫都還沒過 那何況說新增的 所以我想 這個是一個被誤解 被誤制的一個議題 就是說假設農委會要設一個光電的那個 比如說農地設光電廠 那這個政策 所以說我們要設在哪裡都還 配合政策的部分 還沒有完全確定 如果地主反對就不設 可不可以讓我說明一下 中府地區的農地污染 我等一下再讓你說明好不好 我想在更偏槍的地區 長期休耕 因為我們面臨水路休耕的問題 我們絕對贊成市長 還有配合農委會 我們的環保署發展 低碳綠色城市的一個決心 台灣也真的需要發展替代能源 但是可以在偏鄉地區來推動 另外 本席不能支持 再有潛力的發展 剛才這個所謂的 市長日本已經不存在的中府計畫區 不是我說不存在 是市值不存在 精華的地段 做如此的用 沒有 你現在講16公頃 整個中府你講的是500多公頃 不能夠把這16公頃跟500多公頃 另外 本席不能支持的理由 就是 根據當地地主市民的名譽 市長這個政策訊息 放出來 馬上就有 光能業者 與當地的旅長聯繫 這個也蠻奇怪的 中府計畫區在 如主桃園區的交界 94年4月公告禁見 91年縣都委會通過 93年內政部都委會打回票 認為開發目的需要再檢討 且葛污染土地 因完成整治後 在後續土地的使用規劃 還有納入財務規劃 再侵法定程序來一個辦理 95年 縣政府 辦理區段徵收可行性評估 由於區段徵收 當時在國內的案例不做 遭民眾反對而疑疾而終 內政部都委會脫回的理由 我們現在來檢視 內政部當時脫回的理由 污染土地的準治 這十年來 這時候你就可以講話了 這十年來 我們做了什麼 有沒有積極改善 還是只是敷衍當地的一個地主 我們這幾年來 跟中央 第一期第二期 這個土壤的一個改善整治 花了多少錢 結果 花了這些錢之後 是不是要繼續來整治 要不然再設一個太陽光的重點 好 跟一座說明一下 就是長期以來 我對照 我昨天還特別在對照 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也接近完成 也接近完成 跟一座報告一下 就是總共受污染的農地 有105筆 有30公頃 那我們這兩年持續來做整治 到今年年底 我們應該可以整治完18公頃 另外的12公頃 我們跟環保署爭取預算 在三治一起的整治裡面也列入了 那會從11月陸續展開 預計在107年4月 會可以把剩餘的12公頃 全部整治完畢 那目前環保署 有一個玉泥審查原則 那這審查原則 目前還沒有通過 我們將來看環保署的政策是怎麼樣 基本上必須要農地的農民同意 而且沒有影響到整治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市長我今天特別點出這個問題 請你思考一下 另外針對這個 我們玉山接這個 我想整治完成 那將來如果有新增都市計畫 我們也會考慮 那如果說農委會有想 這個低度污染農地設光電廠 那麼中府計畫是一個選項 假如農民不同意 我們也不會同意 怎樣齁 一定要地主的同意 這地主同意是前提 謝謝市長 另外針對我們 從一直很關心的玉山街 平交到一個平景 我想說我關心了很久 我特別去量了一下 市長 這裡最短的寬距 4米6 我想一般車輛大概是1米78左右 兩台車勉強小特車是可以 但是如果有一台3.5的Canda 我想這交回上就有困難 我特別舉這個路段 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危險性 它這裡 這個瓶頸的部分 市長請看一下 你這個平交道也大概70米而已 所以這裡造成一個很大的災車 我長期的關心這個議題 但是我們的回覆 回覆的文說 玉山街已經新闢完成 事實上我們玉山街沒有新闢完成 因為在鐵路的另外一側 市長也去看過 它不是計畫道路 它本來計畫道路的是一個9米 15米 目前的現況 鐵路的右邊 靠近正深中間這邊 也不過7到9米而已 所以整個部分都還沒有完成 我們是不是說 在這個第三次的一個通盤檢討 由公務局 我們在通盤檢討裡面 把它盡快把它拉進去 我們虛地機關應該是公務局 再過了鐵路這個部分 它如果說去拉直的話 其實它目前已經形成 繼承道路的一個狀況 其實要在徵收的部分 如果納入企劃裡面的話 其實要在徵收的部分並不多 我想這個部分 請我們市長市長 市長在重視 玉山街瓶頸的問題 請督發局 在這個通盤檢討的時候 要考慮進來 謝謝市長的重視 另外 本席也長期在關心 中關路桃園內立堅所在的東二公園 一直目前的現況 一部分 我是冒著我以前 類似蜘蛛人一樣 拍的這張照片 很久以前 這個雜亂一張 文靈重生還有野狗 我想它一個計劃區 我們這裡周遭 人口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我們現在目前 我在當一次的議會 也提到說 我們旁邊這裡 這裡是一個第二市場用地 這裡是小型的中小兒童公園 人口非常的多 我們來新闢這個公園 主要說 人口多 旁邊停車非常的困難 因為現在我們在新闢公園 或者公共化設施的時候 地下室都可以挖停車場 我們可以增加我們當地居民 把它收費來使用 我想這個部分 站在我們本區 均衡一個發展 桃園區的均衡發展 請市長 這樣子 公二公園 它如果採取一般徵收要26億 那如果說採取榮儀 或採取減半徵收的方案 比較有可能開發 我請都發局來研究 我們都發局已經送了一個 都市計劃內公共設施保留地 檢討變成作業研究 減半徵收的方案 減半徵收 減半徵收的概念 我已經很清楚了 因為現在當地的地主會焦慮不安 是不是我的一半沒有 這個概念不是這樣子的 概念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用錢徵收 比它分土地還要少 所以它如果取回區段徵收的土地 市價比現在還要高 比徵收價錢還要好 公辦市地重劃的方式 來辦理整體的開發 我們局長是不是這樣子 它這個內政部有一個方案 公共設施保留地 在檢討如何解編 那解編以後 必是用重劃跟區段徵收的方式取得 我請盧局長稍微檢料說明一下 我想這個方案才有可行性 兩公頃多是應該可以很正式去考慮它的所謂一般講的 檢討其實不是把它徵收還是要還地於民 根據它的價值回歸 我本期認為用公辦 既然有這個變更作業原則 改採公辦市地重劃的方式是可行的 這兩種方法我們都會評估 總之是對民眾是公平的 我們繼續來推動 另外 這個不對稱的都市發展 這裡是在位於中正路統安街 跟持文路之間 目前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在通德二街以西 就是知名的藝文特區 這裡居然存在這種所謂的 他叫做保甲路 保甲路 連救災都有問題 為你這樣子 統安街在這裡 是一個綠間道 統安街的綠間道 這裡是持文路 大興西路 在這個位置裡面 這是持文國小 我是建議這裡也開啟一條綠間道 連接中正路 它有它的公益性 因為持文國小旁邊 學童都要走這邊 這裡進出都是什麼持文路 一百九十項 剛才我說的保甲路 你如果有一個走路 就有人來發展這邊 我才不會形成 我剛剛提到的一個 不對稱的一個都市發展 我想在這個救災 還有一個都市的發展 也相對發生在我們 桃園區的福原街 以前我們的前市長 理發的州府 在福原街 也沒有做一個開發 所以說 它整個排水系統 我們公共設施 沒有辦法進入去製作 一遇大水責業 我想我們一起來推動這種 在路市內的 所謂的建層區 建層區的部分的一個改造 這樣好不好 如果有防災需求 請我們都發局檢討 那個綠帶或者是人情道 市長 那昨天我們跟水利會 協調到我們的二字五皮堂 環湖步道的話 水利會的態度怎麼樣 好這個部分請公務局長來回答 我想我們龍翔李那裡 沒關係 他已經協調有結論了 我讓他回答 昨天是 府裡面是秘書長主持 水利會是派黃總幹事來 他對於這個案子是 原則同意我們 二字一、二字五、五字八 三個皮堂都無償讓我們來使用 謝謝 那前提是 也希望我們 反正終究就是同意了 對對對 我想這樣可以 對我們龍翔李的李民 還有周遭的李民 做一個交代 最後 我想 那個民政區長 我們在討論到這個 壽三言 共三言 和顯公和安公的一個入口意向 你是區長的上司 發了一個公文給區公所 結果你被打臉了 你是不是知道 沒有 因為他們法令可能 什麼法令 不清楚 現在我們有給他新的法令 市政府是他的上級單位 我們有在我們的道路條例裡面 市區道路的附屬工程 第五 謝謝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吳春方 吳議員 吳議員請發言時間40分鐘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議長 那個 市長 今天你的那個團隊裡面當中有誰請假 什麼 你的團隊裡面所有各級數的所長 有哪一個單位在請假 我看農業局長還有那個他去生病去做檢查 不是逃避執行吧 沒有沒有他很早就請了他去薯陶跟長庚 我想說府會要 府會的關係要好的話 我想說用 雖然是口頭上跟我們在執行的議員來請假 也跟我們的大會來請假 不過我相信 在行政作業上還是要做就是說用公文的方式 我相信他不是歷史生病嗎 沒有那個請假應該有 公文還是尊重我們沒給議員 依照管理處理 能夠尊重我們議會 能夠用行為的方式公文給我們議會 好 這樣來知會我們所有的議員 要不然像上次也是一樣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變成當大會主席的人非常的為難 他只是跟我們大會主席來請假 然後跟其他的議員沒有辦法請假 而且公文也沒給議會 造成大會主席的困擾 我想說這個部分請那個市長 多多督促一下你的團隊好不好 好 請各個請我們那個郵副市長 這邊作業都按照管理 今天這次的總執行 好像我們所有的議員都有那個海報 我當然也不例外 以前我是很少用海報 這個我自己請我先生用毛筆字寫的 我想說這一個背景 我想當然這也是我們原住民 多年來的一個真正的一些訴求 當然我是身為一個原住民的議員 我當然也是為我們所有全市的原住民族人來爭取 他們應該應有的一個福利 還有政府的一個照顧 當然在那個第一點的話呢 就是關於我們那個農場集會所的部分 對不對 我相信市長在你任內 雖然在你任內是沒有新建過一間那個集會所 對不對 原住民的集會所 他只是只是掛牌而已 借助其他的各區的區公所 來進入我們原住民的那個辦公室 那個爐竹是新建的 那其他是共用的 我想說龍潭是我們整個十三個區裡面 都沒有所謂的臨時的集會所 也沒有所謂的集會所 所以說我想說這個 我們也常常跟那個新公所 這個協調 過去的桃園縣的政府的時候 那個龍潭鄉公所 到現在的桃園市政府 上次也跟市長討論過這個問題 那個龍潭鄉原住民集會所的問題 而且市長你也同意 在你任內要新建這個龍潭的集會所 對不對 我不曉得任內是四年還是八年 所以說不管再怎麼樣 我們原住民是個非常重視 寄恩的 感恩的一個族群 所以說像過去那個 我們那個大系的原住民集會所 原住民會館對不對 那是在副總統任內的時候 是我提案 好不容易就設立了 大家都永遠記得副總統以秀蓮 然後呢八德的集會所 那時候是那個李蘇貞 李毅野他的先生 李順松是不是 張春聰 張春聰 他當市長的時候 也是在我任內我提的案 他也成立了 也設立了八德集會所 然後呢龜山的 中立的 相繼而來 都是我提案的 然後省樓設立 所以說我希望說 在市長 曾市長任內呢 能夠設立 趕快興建一個原住民的一個集會所 在龍潭 而且土地都沒有問題 在前天嘛 我們那個局長 我們原住民的林局長 他也非常的用心 召集了所有各局室的 各局室的相關處所 那個相關承賣人 來參加這個會議 就是說怎麼樣的選址 有兩個地方 一個一個是在當時 我們代表會他同意在那個 就做了這個區塊 將近有三百坪左右 真正那個公所 公所所同意的是 只有兩百多坪左右嘛 所以說這個 這個區塊 這個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偏遠 而且非常的偏僻 而且理事區 以原住民所居住的環境 所居住的地方也非常的遠 它在安全性上也非常的可 可綠 因為它四周圍都是查閱 它四周都是產業道路 所以說我想說這個 這個雖然是公所的土地 可以用無償撥用的方式 感覺是很快的可以進行這個集會所 不過然後上次呢 第二個案子就是 上次那個樓潭區公所的 過去的那個 主要人民書 就是現在的專研 他也提供了這次 在那個我們 樓潭區的行政園區裡面 大概將近七百坪的 一個一塊土地 機關用地 也可以無償撥用 給公所也可以 野民局也可以 我想說這個程序上都非常的 非常的 不是說非常的困難 不用乘乘光卡 改編第一幕什麼的 所以說想說那個 目前就是靠 要看看那個市長 這個部分 看是希望能夠成全我們 原住民在第一案呢 還是在第二案 這個讓選址的問題 讓那個 林志榮局長來說明一下 那我先說整體說 一區一集會所 那麼盧竹是新增的 新興建的已經完成 那麼大園觀音是共用 那現在也完成了 楊梅共用的決定 那龍潭的部分 那麼由原民局來選址 那我想是目前 那就是尊重那個原民局 讓原民局來說明一下 那個林志榮局長說明一下 有關於我們的 這個選址地點 看來久久了 它的交通實在是不方便 道路也相當狹窄 也離市區滿遠的 我們在24號召開會議裡面 我們針對這部分 我們是也有這樣的考量 第二個考量就是 針對在行政延期 黃唐段的部分 大約有709坪的部分 目前這土地是屬於 我們民政局的土地 假如說我們做好 閒止會議 民政局同意 讓這塊土地 波用給我們集裡面的話 我們就按照程序 提出可行性評估之後 我們再提出新辦事業計畫 再做後續的波用的工作 這個部分還是要經過 我們幾個單位的 閒止小組一起來 我想那個局長 還有那個市長 就是說再選個時間 我們再下鄉序再會看一次 然後就決定那個位置好不好 我也希望說 在行政程序作業上 儘快的 讓這個事情做成 那個胡廚方議員的願望 我們會完成 那我們選址前的準備作業 我請原民局先做好 那下鄉勘察的時候 就要接近能夠底定的狀態 好 那個民局長那就麻煩你了 這目前已經在籤辦當中 趕快閒止 好不好 好 請坐 希望龍潭的原住民集會所 能夠盡快的確定 盡快的定好 那個地方非常的好 那個市長 上次我們也去參加那個 那個鄧以弦紀念館的那個動作 對不對 當時在鄧以弦紀念館裡面 是沒有規劃在這個行政延續裡面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想跟那個 他是跟農潭圖書館公用 多工人多用 反正是機關用地嘛 他是跟農潭圖書館二合一的方式處理 我相信我們現在的原住民都非常的有水準 或是像過去那種 教育水準比較低一點 所以現在都做到那個 都會區的一個洗禮之後呢 我相信我們的年輕人 甚至我們這一代都非常的優秀 也能夠提升我們自己的生活品質 還有我們的生活環境 謝謝 市長你請坐 請教育局局長 像我們原住民小朋友 在教育局這個區塊裡面 除了幼稚園之外 是編列了多少錢 在你們教育局裡面 因為我們教育局的預算是 並沒有區分說 這個原住民的教育跟 跟那個一般的教育的情況 就是跟一般的 全部都含在一般的教育裡面 那我們對弱勢學生也有做一個補助 我知道 那個林學長 在教育局這個經費的預算裡面 我們原住民的預算有多少 教育局部分的話 包含我們 從我們整個原鄉的 原鄉的學校 以及 我不要講一下 我今天講那個都會區的 都會區的話 目前 目前的話 除了講住協金之外 還有什麼對其他的 教育這個 這個預算裡面的那個 那個編列 其他的活動 或是一些的補助 目前我們是跟部落大協 有合辦一些 有關於我們原住民部分的 相關的教育活動 但是這經費都完全都在 我相信你也是知識分子 我們都有讀過書 我們也希望我們下一代 能夠在教育上能夠提升 教育局長你請坐 教育局長請請坐 謝謝 我們也希望說我們下一代 能夠在教育這個部分 能夠提升 我們也知道 只有讀書 上教育的一個提升 我們原住民才能夠翻身 像局長你也是一樣嘛 大學畢業 也修碩士嘛 對不對 只有 你有讀書 你才有這個機會 當局長 對不對 所以說有很多的經工教人員 也有的原住民 因為他知道 讀書 教育的一個提高 只有讓他翻身 讓他有好的職業 然後增進他的家庭經濟的一個提升嘛 就是說一般的勞工 我們也不希望說我們的小孩子 我們的現在代 永遠都是勞工 永遠走在這個服務業 也希望他能夠 在教育層面上能夠提升 所以在這教育的部分 我看到我們那個原民級的議帥 當中教育這個區塊非常的少 尤其是上次我在議會 在桃園縣的時候 有提案過 也徵求過我們中央的同意 然後不用一個所謂的 課後輔導的一個 補習的費用的預算嘛 這都是完成後中央 我想說 中央在今年的時候 已經廢止了這個政策 我也希望說那個市長 那個關於課業輔導的部分 一個補習的費用的話呢 能夠繼續的編列 為什麼呢 我們原住民的家庭的經濟非常的薄弱 一個家長也希望他的孩子 能夠成財 成龍成鳳嘛 對不對 當然這個補習是 最好的一個捷徑 但是因為礙於經濟的問題 他們沒有辦法 像他的小孩子 能夠進這個補習班 是要完全靠學校的一個 基礎教育來 所以怎麼會 引得過別的同學呢 引得過其他 能夠去補習的同學 所以說這個區塊 在那個中央的部分 它已經取消了這個 課業輔導補習費的一個政策 我希望說我們 市政府這個地方 能夠編列 這個科獲補習的一個預算 好不好 我來研究 就是說弱勢家庭的科獲輔導 包括原住民的學生在內 那是否有可能來編列預算 我知道那個國小生 他有那個課後輔導 那是針對中低收入戶 包含原住民的部分 我講的是國中 國中高中這個區塊 他自己要自行去到 私立的補習班系補習的時候 他沒有這個多餘的預算 家庭沒有多餘的經濟 讓他提供這個費用 給那個原住民的學生 所以說我希望說 因為過去都是中央的那個 那個預算嘛 他補助給我們 他這個預算落日 那中央把這個政策 國中高中的原住民學生 科獲輔導預算 那麼在今年落日 那落日之後 是否地方政府要接手加碼 我們來研究 我知道那個 選那個 不是加碼 恢復啦 就是說因為中央把這個政策落日 那不過我覺得假設 我覺得現在 現在原民會 也應該真的這個政策 好好再討論一下 對這個部分 我們會跟那個立法委員 因為是他們中央的職權 對不對 他本來是全國一致的政策 在教育的部分的預算 他是民國97年開始實施 他是在105年度開始落日 那落日以後 我想這個政策如果有必要性 應該全國一致把它恢復 那是不是桃園市政府 單獨會 來另外編列四款 我們研究一下 好我想說 在預算許可之下 一定要必定是個預算 雖然講助協金的部分 提到這個講助協金 有很多的家長都在反映 他認為是說 原住民的學生 好不容易能夠成績 能夠達到一定的標準的時候 能夠用一個鼓勵的方式 來鼓勵學生 而不是你自定的 自視化的 來篩選這些學生 因為原住民的學生 能夠考上85分以上 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想說這個區塊變成 這個政策不是獎學金 它是補習費用 它是一視同仁 補習跟 補習費用跟獎學金是不同的 對 補習費的話 是因為他自己個人 私自個人的意義 去到補習班 去補習 他的補習的一個收據 可以讓我們原民局來申請 這個獎學金 是我們市政府 早就已經有編列的預算 他當然有分 這邊我來說明一下 從國小國 從高中到大學 我來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獎學金 是有編了一千萬 但是現在的小孩子 成績都相當高 所以說我們還是會用 比序的方式來辦理 所以說 這金額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今年 我們在 因為今年在執行這一千萬 我們在做檢討 是不是說有 在預算上 是不是在寬裂的部分 在107年的時候 還是會比較寬裂 今年我們還是編了一千萬的獎學金 就是獎學金的部分 我想說那個教育的部分 真的是 對我們原住民來講 非常的重要 我想說那個 獎學金 就是獎學金的部分 我也希望說 集長這個部分 能夠好好的考量 能夠好好的評估 那我就再標準 然後把這個預算 能夠 公主上還有項目上 我再做一個調整 讓 以那個 學業成績好的部分 盡量能夠滿足他們 對 我想想說 因為這個家長的反應 他們是想說 學生好不容易 能夠願意讀書 然後成績也 達到一定的標準 因為唱到這一兩分 零點幾分 而被盤棋在外 而得到這個獎金的時候 學生他會有種失落感 所以說 我讀書有什麼用呢 他也希望說 透過這個獎勵 講出寫經 來激勵他們 當然這個 這個辦法 我希望說 給民旗再做一個 好好的一個評估 好不好 那關於那個 文化的部分 文化的部分 我就認為說 因為過去我們桃園 桃園縣的時候 那時候的原住民 他對自己的文化的認知 非常的薄弱 所以一直大使用誘因 有很多誘因 來讓他們加入這個 文化的一個行列 那現在已經身為直轄式的時候 我就希望說 在文化的部分 我希望說 他的預算不要這麼高 那請問那個局長 那現在我們那個 文化的部分 預算總共是多少 我們文化的預算 佔我們差不多 百分之十二左右 我們的預算 整個原民局 預算的百分之十二 對對對 這個比例是非常的重的 我想說 那教育局 教育部分呢 嗯 教育部分是七點 七點多 對嘛 其實應該是 教育跟文化是應該是 要超越文化才對啊 這個時候應該是 我們現在目前有 將近一百七十個頭目 對不對 是的 還有社團 還有呢 歲時計儀 你看我們一眼 光是一個暑假 人家是放寒暗暑假 我們是寒暑假 在太陽底下 急不急趕場 那個素質真的非常的非常的 非常的 不是很好 不管是原住民 或者是非原住民的鄉親 他們也覺得說太腐爛了 文化的部分 我想說 可不可以說在那個 在我 在我們那個奉年節的部分 當然 在過去有時候有點變化 就是讓我們所謂的 娃娃一力氣 這小孩的一個奉年祭的 讓他們參與 不過 第二天的活動 真的是需要改進了 我想說 這個部分 從我接任 從我在 朝鮮縣政府 3D課的時候 將近十年 這個活動 是我在編的 一直到現在 將近二三十年的時間 一成不變 還是一樣 這樣都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我希望說 能夠創新 讓我們那個文化 能夠真正的呈現出來 當然歲時計儀的部分 我是蠻贊同這個歲時計儀 尊重各個族群 他的一個文化的一個延續 總共有16個族群 對不對 雖然有很少 不過我們是尊重 每一個族群的 他的一個文化 的一個祭典 既然是歲時計的話 我相信 所有的族人 他會非常感恩 感謝我們政府 這麼樣的 照顧各個族群的 一個文化的一個延續 我想說 這個部分 我想能夠繼續發揚過去 當然在那個 豐年節的部分的話 我想說 花費太大 所謂的訓練費 訓練出席費 運動費 運動費 運動費的時候呢 每個人都有一個一套衣服 對不對 還有那個什麼 獎金 獎金的部分 一直層層在提高 這個錢 真的是光是花災豐年期的部分的話呢 真的就剛剛 醫師才說的 佔了百分之十二 然後教育小孩子 佔了百分之七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讓這個 文化的那個預算 能夠跟教育做一個 平衡 這部分我們會 可以在審慎的 在做一個評估 將文化跟教育的部分 能夠 能夠做結合 對 事實上 這百分之 將近兩成的部分 事實上 也有 教育有文化的功能 文化也有教育的功能 我想說 剛剛你提到過 教育文化文化教育 對不對 功能是要互相的 對不對 剛剛就像我所提的 這樣他的那個 預算能夠均衡 好不好 比重能夠均衡 好 那個請坐 那個 市長 請教你 像那個 稅子季 我們有16個族群嘛 對不對 對 上次我也給你提到過 關於我們那個族群委員 桃園市的族群委員 中央的族群委員 他們非常的理喻 他們的族群委員 他們一個族群委員 他們一個族群委員 一個大概有 加上他不爛當的 他的出餐費 出租費 什麼什麼 食尚費 加上起來 加上去一個 一個族群委員 就有七八萬塊的一個 一個薪水 我們的族群委員 只有我們 在辦活動的時候 風景機的時候 其實他們排排站 像木頭一樣排排站 只給了交通 交通津貼一兩千塊錢 來支付吧 我希望是說 一個族群 一個族群的委員 能夠出來 是各個族群的族人 所推派的 所推派的一個長者 而且他的低高 在部落是非常的崇高 我也是希望說 能夠重視他們 也讓他們能夠領工作津貼 其實所有我們原住民的活動 包括協進會 設計的活動 他們也都是請這些族群委員 來幫忙召集這些族人 來參與這個活動 所以說他們也跟北溪反映 是說 是不是能夠 也是比照 我們設計頭目的津貼 交通津貼 來補助他們 這邊我來說明一下 而且 我算過了嘛 16個族群 16個族群當中 然後成12個月 現在一個頭目 一個設計頭目 14千塊錢 進程的話 才不到 不到七八十萬嘛 一年不到七八十萬的一個 今天 對我們原住民 推動原住民文化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非常的有 他們非常的有貢獻 我希望說我們政府會 也重視他們 我來說個原則啦 那個謝謝吳春芳議員 對族群委員的重視喔 那麼原民會喔 他族群委員 他是委員會制 所以族群委員 其實他是有工作的 他要參與政策制定 那我們是原民局的制度喔 並不是 族群委員的意識喔 榮譽值跟象徵性比較大 不過呢 因為我們在制定自治條例 那我們也會把族群委員 把它法制化 那這個部分喔 是否給予一定的這個 工作津貼等等喔 我請那個林局長來說明一下 那個制度化以後 我們就可以編列預算 好 我再說明一下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 知情委員喔 已經在 因為我們 升格之後就廢除了喔 所以說這一次來的 我們都是由我們 找族群代表 並不是 他們不是族群委員 因為我們 目前我們在 在我們條例裡面的 第四條 我們自治條例的第四條 我們現在已經 把這個委員 將來的委員會 定在我們的 法制化 所以說 將來 我們在定這個委員之後 它相關的潛意福祉 或是它出席會 或是說它的 相關的 相關的 津貼的部分 我們會一併去考量 所以說我們這個 條例已經 目前已經在 法制簽會當中 最近就會送到 速度好像非常的慢 我知道這個 我們這個自治條例裡面 從去年 從桃園市 升職加市以後 直到現在 都還沒有通過 而且都還沒有送到 我們議會來 這樣子好了 我把時間說明一下 自治條例 我們今年 一定完成 那個市府的手續 送議會 第二個 只要通過後 我們明年 就算還沒編列預算 我會用這個追加的方式 讓族群委員 有津貼 OK好 謝謝市長 那個 還有我們各個族群 那個在封年季的時候 或者是他們在 搬碎士祭的時候 我希望在他們的活動當中 讓他們了解 讓所有年輕人了解 他的穿著的服飾 不是傳統的穿著服飾 而不是現代的服飾 因為很多人 像泰亞族人 也穿了阿美族的衣服 阿美族人穿了 那個什麼 盧凱族的衣服 或者是排完族的衣服 我是希望是說 能夠統一一字化 然後由那個園民局 根據我們各個族群的 他的穿著 他的傳統服飾 的穿著 的教導 用一個教學的方式 或是用Live 那個什麼FV 是不是 然後傳給 所有的那個 相親知道 這些衣服 租服怎麼穿 要不然真的是 上面台東 下面花蓮 要不然就是 上面太陽 下面曬下 那長得剔頭 所以說國際會變成 那種國際的笑話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這種情形 就是因為 我們政府沒有好好的 教導我們這些年輕人 他的穿著 這不是一個穿著 我想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好不好 這邊我再說明一下 將來這16組組 組請委員的部分 會帶動我們 遂時計的推動 所以說在推動當中 當然是說要以各族文化為我們的 來做表徵 所以說將來這 我們遂時 我們的委員的部分 他將來就是 我們各組群 遂時計的推動 我們期待好了好不好 謝謝 那個局長 我想說 因為你都講將來嘛 對不對 當然我們就期待 也希望能夠執行 能夠執行 好不好 我們就預告 就是這一次的會期 我們的 我們自治條例通過之後 後續的相關的 設置要點 我們會在 最短的時間 給他完成 好 那個社長 我跟你報告一下 我們年級長 真的非常的認真 他們是 我們原住民辦的活動 他是 他都是第一個到 然後呢 最後一個走 不像過去的一些的 一個集數局長 然後他都是 就是 活動呢 發生到一半 他就遛掉了 我們年級長不是 他是從早做到晚 他是有信念的 非常的難得 也非常的認真 我想說你好好的 要重用他 好 謝謝 然後呢 關於這個人事的部分 我們過去 我常常在議會裡提到過 過去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現在有兩個 那個副市長 對不對 我也希望說 在我們原住民 非常優秀的人才當中 也希望市長能夠考慮 就一起給我們原住民 當一個副市長 好不好 原住民的人才 當然不限定在原民局 像我們在文化局 在這個青年局 都可以 在農業局 都有原住民優秀的科長 我想 拔著原住民的人才 我們會盡量來努力 像現在你看 我先生是沙奇萊雅族的人 沙奇萊雅族 他是稱為市長長長提 原住民最會讀書的就是沙奇萊雅族 他們是好幾個博士 上次我們辦了沙奇萊雅族的火生劑 就來了五六位的博士 我相信 我們原住民是絕對不會輸給平地人的 沒有機會給他 也希望說市長能夠考量看看 能夠在副市長的人型 或是局長的人型當中 能夠考慮我們原住民的人才 只要有優秀原住民的人才 那適當的話 我們會盡量多把座 OK好 謝謝市長 那個青年事務局局長 那個你先請坐 那個我不曉得說 我們原住民的青年 你輔導了多少 成效如何 是 謝謝一座的指導 那針對這個原住民的青年的部分 包含今年我們原住民局 在辦這個青年錄影的時候 你除了辦了座談會 大學生的座談會之外 其他的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輔導 不算是創業啊 或者是創業 或者是說 讓他們那個就業的部分 在創業的部分 包含 跟一座報告 我們這個青年諮詢委員 如果你沒有照顧 我們原住民青年的話 我相信 這個工人 真的非常的失效 包括一座 我們很照顧原住民族的青年 包含 我們局的科長 也有一個原住民身份 對啊 那他 包含我們這個 在兩個禮拜以前 在復興鄉辦理的這個 教會的活動 我們也有做 這個青年的座談 這個人員我都知道 都是東搜西搜拼出來的 我是希望說 能夠發誓我們 桃園市所有的年輕人 青年人來參與你們的 參與你們的規劃 你們的活動 怎麼樣能夠導他們 讓他們在就業上 能夠有所成就嘛 對不對 他們想創業 變成說 你們青年事務局 只有補貼利息而已 那 那有什麼用 而且 不過我們不只只有補貼利息 這原住民族的青年朋友 他們要申請這個創業貸款 我們有一對一的輔導 讓他能夠知道說 這個產銷人發財 然後各方面 如果他今天 那局長請問 成功了幾個 你輔導了幾個 這個數據我後續再提供給一桌 因為我手上沒有準備這個 因為我告訴你 我們原住民青年他很想要住業 很想要創業 問題因為愛與這個銀行 他所規定的那個條件 非常的多 而且都不符合 那個藥錢非常的嚴苛 那我們原住民青年他 他用什麼條件 來去創業 他有這個心 而且這個沒有這個力 我希望說 針對這個部分我也來回答 我們市政府能夠好好的呼籠 是不是說 你們可以辦那個 馬上要辦 他是立一個原住民的基金 對不對 支持基金 是不是從這個區塊裡面 可以補助 就是給他們貸款 不一定要補助 就是用這個錢來讓他們創業 針對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中央的這個 原住民族委員會 他也有針對原住民族的 創業的一個基金 我跟你講 他是有這個政策是沒有錯 問題是他的要件 還是要通過銀行 通過銀行的那個要件 要你的什麼不動產的抵押 然後要有保證人 什麼一堆 然後你本身不能有那個 有那個什麼 什麼債務 什麼卡債之類的 這個可能 大家都不能翻身 如果說你有卡債的話 都不能翻身 他想創業也沒有辦法 所以說我們也 我們政府在辦再多的資訊 你沒有辦法讓他創業的時候 這些都是晚餐 這些都是浪費政府的資源 報告一座 我們這個部分 我也會跟林局長這邊好好合作 然後來跟原住民委員會 因為原住民委員會 他有一個創業貸款的母金在 那當然現在青年事務局是針對 我剛剛跟你講嘛 那個你還聽不懂 我們會來輔導 那個青年創業貸款 青年創業貸款有很多種 原民會也有 然後那個青年 那個中央的一個青年 他也有辦法 我是說愛你這個 這個條件都是要付個那個銀行 貸放的那個單位 對不對 我是希望說能夠 你們有辦法跟那個 貸放的銀行做溝通嗎 這個我們也可以來跟他溝通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母親 有一個審查的委員會 來同意 不分這個青年朋友 或是原住民或是什麼身份 他畢竟有一個審查的機制 我們會來持續跟這個單位來溝通 付爸爸付媽媽 所以他沒有辦法帶這麼多錢 所以原住民為什麼 為什麼原住民青年 他沒有辦法參與的原因 就在這裡 甚至那個 那個什麼 用原住民保留地去抵押的時候 能抵押多少錢 如果在平利的話 是算平來計算喔 到算上是算假耶 然後平利也許一平是50萬 然後原住民保留地是一假吧 要50萬 這個怎麼省比例呢 你報告一桌 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如果我們原住民青年的想法 如果有更好 其實透過這個眾籌的機制 這個Briain V 這個網路上的眾籌機制 也是可以解決我們原住民青年朋友 他有這麼好的創意 他可以體現他的未來 這個都是多元管道的一個 籌資的一個方式 那不是只有單單針對 你不用那個網路 對網路的眾籌也是很犧牲的 網路他是非常不實在的一個媒體 親人朋友現在應該對網路都還蠻熟悉的啦 這個部分我只要要求你 就是說你們只要能夠協助青年 看怎麼樣這個錢 怎麼錢的來源怎麼來 怎麼樣協助他來創業 而不是像你說用自治化 知識化的那個行政作業來做 那是永遠打不到的 我想說這個我們後續會來改進 我們那個馬賽亞成立的一個 嚴住民基金會的部分呢 能夠好好的協助我們青年人好不好 這個基金會的部分 我們再跟您局長這邊來做了解 好 謝謝藝座 蠻荒 桃園 桃園縣 還是一個非常蠻框 就是說工商業不是非常發達的一個區塊 在整個全國來講 我們桃園縣 算是 除了離島之外 我們桃園縣算是一個 非常 稍微落後一點的一個現份 不過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努力之後 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洗禮 而且我們原住民也付出了 很多長輩的原住民 他們也付出了他們的心血 也流血流汗 貢獻是在這個塊土地上 當然有很多的土地 所謂有土地 有土地就會有錢嘛對不對 然後很多的土地 一般平利的人 他都非常知道走法律 走法律 然後呢 能夠把土地放臨 原住民不是 他不懂得法律 然後就 忙慌的就在那邊開墾 跟做 然後呢人家趕著就走 也沒想到要爭取這塊土地 也沒有說要跟政府 要爭取任何的一些放臨的土地 熟悉上 他們就認為這塊反正不是我的土地嘛 他就走人了 甚至 更缺點的是 甚至有的那個 無償拨用的土地 像行查局啊 像那個 一些政府機關的土地 都是國有財產局的土地 以前是叫做 神政府的公有地嘛對不對 他都是無償拨用的這個機關的時候 就把我們原住民趕走 趕走的時候呢 有的人不走 他就 訴諸一法例 原住民看到警察的時候 就判得要死 就只好摸摸屁股 搜索自己的東西 就走了 而平地人不是 平地人可以抗爭 我們原住民沒有辦法抗爭 所以說呢 當時的政府呢 就依據這個條例的 然後就用犯理的方式 原住民沒有辦法 我講都會去的 原住民的長者呢 他就沒有辦法 因為 讀書的知識不多嘛 法律的知識認識不夠 所以說呢 很多的機會都喪失了 我想說 政府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呢 如果有這個感恩的吸引的話呢 也希望說把我們現在室友的 我想室友的 公有土地的一部分的區塊 是不是能夠 能夠分給一些 在這邊開墾 在桃園市記住25年到30年之前的 原住民 多多少少給他分一塊土地 因為這塊土地 也是他們成家立業 一直到姿子孫孫年年代代 到現在 我希望說這個就是他們的功勞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嘛 對不對 我想說我們都會去 原住民真的是 比山原 山上的原住民 戶鄉的原住民 還要可憐 所以說還要 真的要協助他們 你看 所謂的故鄉故里 就是它我們出生的地方 小時候住的地方 家鄉 家鄉其實在桃園市喔 家鄉就是你住的地方 你的家就在桃園市 所以說呢 我們也把桃園市 視為一個 我們自己的一個故鄉 所以說我也希望說 政府能夠抱著一個 愛之心 愛的心 能夠好好的關愛我們 在杜蕙希的原住民 讓他們有更深 他認為真正讓他們 有落葉歸根 把這個根 能夠詐實在桃園市 我希望這個建議 我希望那個市長 能夠回去的時候 能夠好好評估好嗎 好 我們假設有市有耕地喔 是可以考慮發展原住民的農場 但是是豬啦 不是那個直接分 我為什麼不想轉型正義 我希望說 你們好好回去做一個思考 怎麼樣的 真正的 照顧原住民 只有從土地開始 我們 我們在那個 原住民保留地 發還給原住民的政策 目前已經完成百分之五十九 包括地上田 那是三地原住民的部分 那是針對三地鄉 都會區的話呢 都會原住民的部分 真的是都沒有 那法律上是沒有規定 坦白講 那你剛建立的 我覺得市有耕地喔 可以考慮做原住民農場 因為它現在政府的中央政策 都是針對原鄉 然後對我們都會區真的是 沒有 對土地的部分是沒有招呼到 也沒有這樣的一個優惠 優惠的那個條件 希望說我們那個市長 你是非常英明的 也希望你能夠 謝謝吳議員建議 好 謝謝 那個請教那個 光報局局長 請教嗎 在那邊 這個局長齁 我在龍塔已經住了 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然後呢 我現在住的地方 就是高架橋 北二高橋一下旁邊 一個新結隊 新結隊當時在桃園縣的時候 它是說一直要遷移 一直沒有遷移 那邊先也還無所謂 說當時 因為我們也去做過會看 當時是連垃圾車 跟垃圾車放在一起 現在是已經分離了嘛 對不對 那現在問題來了 那個廚宇的部分 而且我們那個附近 現在都在新建那個住宅區嘛 我希望說這個廚宇的部分 能夠好好的管制一下 也那個 他們那個周邊的環境 夏天那個味道啊 那個 那個 周邊的環境的味道 真的是非常的差 我也希望說 局長有空的話 下鄉去看一下 好不好 好 請坐 那個 教育局局長 還是老一句話 我們那個原住民完全中協 建長如何的 跟易作做一個報告 那個原住民的高中 在羅湖校區的部分 在兩個禮拜前呢 已經完成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審查 要送內政部 那另外環境影響評估的部分呢 已經公告完成 現在在會整民眾的意見之中 那平地校區的部分呢 也完成了用地的變更 那我有跟部長 這個就原民高中設立的問題 做一個意見交換 那教育部的立場 他是認為說 在羅湖校區 是比較 有可能 很快的來成立 其他鄉鄉來看一下嘛 對不對 我們桃園市的那個 原住民的學生 比那個三元的學生 還多好幾倍耶 現在說 因為他們的觀念也 所以說 坐在辦公室跟鄉鄉鄉 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心態 我希望說 那個教育局部分 你們要加油 我也希望說 這個原住民的完全中協 在杜惠區裡面 趕快設立 這是會成為 我們全國第一所的 原住民的一個學校 這是我從上任以來 一直到現在 一直期盼 能夠讓這個原住民學校 在杜惠區趕快馬上成立 成為全國的第一個指標嘛 我們還是會持續跟教育部課通 我們想說那個教育局 要好好的努力 過去當然有很多的 卡卡克克 一直沒有辦法執行的時候 我希望說在鄭市長的任內 趕快速成 成為原住民的第一個 完全中協好不好 那也跟譯作報告 目前裡面 大西的專班也要拍攝了 好 謝謝 我們中場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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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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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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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